各位網友,各位讀者,親友 我今天講最後一則關於師生之間 或者私友之間作為一個結論 我所了解的盧國才這次是我最後一輯 我本來已經拍完了 但是由於國才他這種謙虐的性格 他可能感覺到老師有點兒容過當 好像不一定是這麼好的 不必這樣想的 我都沒有像孔子儀雄那些學生那麼重要 譬如儀雄那個子宮夠厲害 這個他叫做士 想賜的賜 他直接說那賜是國氣來的 我都沒有把國才給二道孔子賺這個段木刺 是這個國氣來的 他說這個是國氣來的 國氣是什麼概念呢? 這個國家的氣名 是一種國家的重寶來的 我都沒有撐到這樣的 這個呢 所以不需要的 而且這些話是出了我的口 不是你自己自誇 所以我特別講了一輯 這個道理在這裏 明滿有個才人 叫做湯興茅 我都將他這個人生有三副眼淚 都講過好幾次 第一副眼淚呢 是為國家大事不可為 沒有什麼行當 就為倒閉就為亡國之類的事情 大事不可為 個人呢 既然的能力 玩狂難以忌道 是沒有這樣的能力 大事不可為 那個人其他那兩個呢 文章不語啊 義啊 這個才子 捧不上街人 都是個人的榮辱 以這個國家民族的生存呢 那種大事大非 大問題呢 是變得不重要了 你國家都忘了 其他個人有什麼榮辱呢 你的國家都沒有了 所以你大一副眼淚 必然有的 除非這個世界太平 大家一帆封信 各方面的民生樂利 沒有問題 但是呢 中國呢 這個治亂呢 事實呢 發生是 亂呢 是多個字的 當然 這個社會呢 也都是 一個大問題啦 因為一向都是 大王思想 一家之言 那 所有都是神龍 變成了中國是一個小龍階級 變成了很多東西呢 就是因緣搞者的下去 使得呢 到最後呢 到孫中山天 推翻五千年來 這種專制政治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漫長的 是這樣的 所以呢 人家讚這個孔子呀 天不生眾你呀 千古如長野就是這樣 我們也可以倒轉 如果呢 天不生 宣文呢 這個呢 文子呢 是不能產生 也都是長野來的 是啊 可以將他 調轉來都說 孫中山 這個很偉大的人物 將來我有機會都會說 所以 因此呢 我們 個人的詠容是小事 這個腹眼淚 多數是為這個國家的存亡 已經大事無可為 無可做 這腹眼淚呢 是個個有的 尤其是亂了 誰 有沒有 這個 看到 個人的能力有限 是嗎 是玩不夠 這個問題呢 這腹眼淚 必然有 我們呢 如果呢 如果將他的範圍縮小 不用一定呢 微言大義 是吧 我們將他的範圍縮小 到一種 這種是什麼呢 將他縮小到成一個小的社會 眾樂樂呢 是最好的 所以呢 獨樂樂 不如眾樂樂 在人者之心 所以 因此呢 不用一定是說 這個 微言大義 這麼厲害 就是一個小的 就是一種人愛的心 就已經 使得我們呢 就有所警惕 我們認可一個國家 或者我們出生一個地方 成長一個故鄉故里 是吧 這些能夠呢 在某一方面 做一些個人的回饋 他的事 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也是一件好事 不是一定的 你深仇大限 你長忌於心 對自己都不快樂 是吧 對自己都過意不去 是吧 所以呢 因此呢 我們呢 就是 孔子說 有一個 終身可行 有一個字 就是樹 寬樹的樹 你能夠呢 不是長樹 既走在他心裡 有種可以寬樹人的心 就寬樹了他 是吧 所以這個呢 亦都是 其師傅 就是終身 可以呢 寬恕人之道呢 而是釋出 我們呢 不會幾限 這個仇 使得自己都不廢老 又何必呢 所以呢 我對國財的認識呢 是 1995年以後的 我就是公職以後 在香港 我辭職了 不做了 因為我的人生規劃呢 我到了 這個 人家說呢 七十不做官 我太早 我一到六十歲 我立刻辭職 我不做了 立刻回來 那時候呢 才開始正勝息息 和我國財交往 那最多人和我們 以前都是彭斯信 是吧 我做立委 又沒有空 在香港又更加沒有空 是回來之後呢 最多人到 我每一次呢 上去拜我父親的身份 國財和我一起 最多人一次 然後呢 我們這個往來的 你探訪我啊 我探訪你的時候 都有好幾次見面的 那當時呢 有一個朋友呢 就叫黃伯華 他呢 突然間在網上呢 寫一個白脈傳奇 那我呢 一時呢 我所了解的白脈呢 都是這個 在私信來往的 我就寫了一篇呢 《戰略的場景》 《不枉的人生》 那這個 這個 這個網主呢 黃伯華呢 沒有意義的 就是 盧國財 當時已經看到我了 他也都沒有意義 或者他覺得 哎呀 老師移民就算了 這樣 但是他年紀大了 慢慢覺得呢 咦 老師這樣移民我呢 是不是不如之意 有甚依偉呢 這個欠益的 我都說 這個 我都沒有到孔子 把學生移民到這個程度 是不是 所以說國財呢 你不用對這件事 你形懷於心的 這個是出著我的主觀 我的主觀 誰可以抵擋 每個人都有個主觀 你也有個主觀 你說老師有些不適的 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你是主觀 但是不是這樣呢 就另外一件事 所以因此呢 這個東西 不需要過分欠益的 就是我呢 特意呢 為這件事呢 為我這個 私有之間的朋友 我當他是私有之間 不要當老師 這些這樣的 過意歷愛 我對國財真是過意歷愛的 你可以看到 我從來沒有 國財講的一件事 我沒有寫過no的 沒有寫 沒有說過一次的 上一次都說 只有一次 他碰到我最痛的地方 我沒有辦法不辯護 是吧 但是從之之外 沒有 真的沒有的 師生相得幾十年 所以這裡呢 我也都是 跟國財講 我說我 這些是我自己 發之內心的講話 你當老師發握瘋就行了 是不是有什麼所謂呢 是我的裁判 你的主觀 你的觀感在我那裡 你不能夠改變我的 是不是 就是等於我 這個有所不是的時候 在你的心目中 你可以 我不能夠改變你的 我怎麼知道你 想著想什麼 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呢 不需要的 所以我寫了個 《戰略的場景》呢 這個呢 《不枉的人生》呢 網址沒有提點 我有錯誤 沒有意義 國財當時呢 也都我們 我們時時都有見面的 也都沒有說有意義 喂 那我是不是有免責權 是不是 現在講法律 是不是 你說好幾個老師 不是 我們應該講講公道 講講法律 那我是有免責權的 所以因此 不論從哪一方面來講呢 國財你不需要迎護醫生的 這個呢 就是非常重要 我再舉個賴給你聽 你就會適而以為了 我剛剛寫完這個《瓊瑤》了 《瓊瑤》了 《瓊瑤》 他說我有很多東西是寫真實的 因為很多讀者呢 將他的真實故事給我 我身為一個資深的作家 我不會就將他的本事這樣抄出來 抄出來有什麼好看 那我當然 當然 在詞句上有加工 適潤 在情節上 將他稍為變化一下 可愛一點 更可愛 所以那些人呢 《瓊瑤》的小說 《不食人間煙火》 不食人間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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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所謂 我喜歡 有讀者喜歡 有什麼好看的 但是呢 這個呢 有沒有加工 對這個加工 對這個卻情的將力 和其他的東西呢 喂 我做一個資深作家 我有這樣的權利 我是可以做的 是不是 我做了之後呢 至於這個有沒有削弱了的卻情 這個節奏呢 那另外一句事 所謂成功 而失敗呢 我 掌握不到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呢 資深的作家呢 所能了解到的 寫小說呢 你即使有 版本給你 給你什麼 但是 一個資深的作家呢 一定 有他 這個鋪排 有他那個 那個 那個 修飾 有他的加工 有他這個 美的時候呢 更美 奇的時候 更戲劇性 這樣才好看嘛 是不是 這樣才是 所謂成功的 一個 一個 一個作家嘛 喏 我已經過了三五年了 我被瓊瑤大三歲 以我 對 文字的功夫 和對小說 這些各方面的歷歷 我不會少得過瓊瑤的 我可以這樣說 所以呢 因此呢 國財呢 不必 慈欠 這個是我個人呢 對你的觀感的看法 所以呢 你應該多謝我 有勞我再跟你說一次 哈哈 是不是 所以因此呢 這個呢 我們呢 不過在這裡還可以勸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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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朋友 欠益呢 是好事的 但是呢 我們更加把這個 大愛呢 放下去 我們周邊的人 我們成長的地方 我們固圓固理 之而此類的事情 都可以做到的 啊 我們呢 成為一種呢 有氣派的 不需要呢 根根解救其他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樣的時候呢 國財呢 你 這個成就呢 將來會更好 這個是 亦都是我的盼望啊 多謝今天 多謝國財 拜拜